卡纳尼表示 美国的单边非法制裁 涉及到多个领域 美国政府已经制裁成瘾 他指出 过去数十年 美西方国家对伊朗国家和人民 犯下无数罪行 单边制裁的行为 体现出美国的虚伪和双重标准 对伊朗核问题的最新进展 卡纳尼表示 伊朗将坚持通过外交和谈判 的道路继续与相关各方磋商 以实现城镇伊核协议 此外他强调 伊朗将继续在保障协定的基础上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建设性合作 但该机构应避免西方国家的政治干预 以公正和中立的态度 开展相关工作 在发布会上 卡纳尼强调 美国在双利亚的军事存在是非法行为 美军应尽快离开双利亚 此外他谴责称 美国政府制裁成瘾 这一恶劣行径必须得到纠正 伊朗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 将继续寻求美国彻底解除对异制裁 总台记者李建南 伊朗德黑兰报道